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现在因环境问题大力的提倡新能源汽车 而对于传统运输车来说 换成电动车的也不在少数 那究竟电动车对比柴油车有什么不同呢 这四大差异是核心 首先是驱动方式和底盘的不同 柴油货车在动力提供上肯定比纯电动的要快一些 电动货车将发动机替换成供电池组 只是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 其实在内饰和中控区并没有发生改变 现在的大多数货车都是手动挡 而纯电动的都是采用供电直驱 就相当于自动挡的车让司机省去了换挡 特别是在堵车的时候 踩离合的脚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其次是在运营成本更低了 以前使用柴油的时候还要计算油费以及运输成本 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些 基本可以将成本降低30% 对于物流公司来说这是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二者动力配套的差别 保养的类别也不一样 省去了很多以前燃油车必须做的保养 在这块的开销也减少了 这也是很多物流公司会采用电动车的原因 还有就是在政策方面 现在各个城市都在倡导新能源汽车 所以在很多方面都给他们开了绿灯 也不存在现行线道这一说 把可以行驶的路段范围不断扩宽 也可以增加更多的业务 在运输成本降低的同时又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就是在汽车噪音上的差别 我们都有感受一般货运车的噪音都是很大的 每次老远就能听见货车声音 所以很多货运司机都会戴耳机 纯电动货车在这个方面就很有优势 相当于不存在发动机噪音 驾驶环境就会安静许多 对货车司机的身体来说也是有益的 现在新能源汽车已经逐步应用到各个行业当中 燃油车和电动车你更喜欢哪种车型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